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文文化一 英文文化一 主讲人邱博士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邱博士 英文文化一 一共包括二十个单元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三单元 第三单元讲的就是 simple past 简单过去式 教学目标就是 学生将能够了解 如何使用简单过去式 首先 我们是在看这个 V动词方面 肯定叙数据 主词加V动词 然后接形容词 这边是 这个代名词 I was famous I was famous 我过去是有名的 第二人称 You were smart 你过去是聪明的 现在可能笨笨的 He was clever 她过去是很精灵 这也是聪明的意思 但比这个更厉害一点 She was beautiful 到过去很漂亮 不知道怎么 就整形 结果就现在丑丑的 It was boring 这件事情 真是无聊 所以这个都是谈过去的事情 现在不是这样 这是复数的 We 我们 You里面 他们 V动词都一样 We were busy 忙碌 Tired 就是累的 Delightful 就是快乐的 Negative statement 就是普定的叙数据 那你就在 V动词后面 这个not 通常就把它缩写起来 was加not 就变成wasn 那配有这个主词 可以看出来 第二人称word 不一样的 第三人称 就都一样了 I wasn't famous 过去我并不有名 You weren't smart 你过去的时候并不聪明 It wasn't clever She wasn't beautiful It wasn't boring 这个要连起来 好 我们看第六页 这是复数的 可定 We weren't busy 我们 那个时候 并不忙 我们过去的时候 并不忙 We You weren't tired 你们 过去的时候 并不 劳累 Enjoy They weren't delightful 过去 他们并不快乐 那这个就是 谈到用 问句 会回答 是用 as no 来回答的 那大人 就把V动词 放在主词的前面 Was I famous? Were you smart? Was he clever? Was she beautiful? Was it Balling You 就稍微抬靠一下 这是复数的 Were we busy? Were you tired? Were they delightful? 他们过去是快乐的吗? 好 这是肯定回答 那就主词加 主词加V动词 当然前面就换个yes Yes you were Yes I was 那第三人称 Yes he was 都是第三人称的 都是第三人称的 都会跳 之后数的 Yes you were Yes we were Yes they were Were you were 这个是否定的 Now you were You were You weren't 不 你不是 No I wasn't No he wasn't No she wasn't No she wasn't No it wasn't 好 所以看第三人称都是这个 wasn 第二人称用Were 加NOT 好 所以这个 这应该是属于互数 Now you weren't No you weren't 不是 We 來 你看这个都一样 好 那又有谈到这个 疑问句呢 前面有放个疑问词 那这个时候疑问词 你就直接把它放在 問句的前面 就可以了 这原来的问句嘛 Wars are famous 那你现在多一个 Where Where was Famous 在什么地方 我有过有名的 在哪里 我有出名过 Where were you tired 在哪里啊 你 你 你这个感到累 When was he crab 什么时候 他那个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有个聪明过 精灵过 机灵过 Why was he Be beautiful 为什么他过去是漂亮的 Why was it difficult 为什么 那时候 他是困难的 这是某件事情 好 这是附述的 Where were you busy 就是讲过去的 你在哪里 什么地方 我们 有过这个 忙碌的 在什么地方 忙碌过 When were you tired 你过去什么时候 累过 你们什么过去累过 这是忽数 Where were they delightful 过 为什么 过去的时候 为什么高兴呢 为什么 高兴呢 过去的时候 好 那我们谈到 规则跟不规则的动词 regular and irregular regular regular 就是规则的 Irregular 就是不规则 肯定叙数句 主识加动词 I move to Taipei 我搬到太北去啦 就是过去的事情 现在 就是不谈啦 就搬去太北啦 You travel to Paris 你旅游到巴里去了 He drank milk 他喝 把牛奶喝了 牛奶没有了 He wrote a letter 他写了一封信 It changed colors 他改变了颜色 变色了 改变了颜色 你看 这个动词 本来是move加d 对不对 这个travel加ed 或是change加d 像这个只加d 或ed 简单的这个 就是一层不变的 这个加法 加ed的方式 我们就称为这个 regulable 就是规则动词 那你看这个drink d-r-e-n-k 它的原形是drink d-r-i-n-k 那它的过去式就跟原形啊 就长得不一样了 那我们就称为这个是不规则动词 像wrote也是一样哦 它本来的原形叫write w-r-i-t-e 可是变的过去式就变成wrote 那样子就有变化 所以就叫不规则动词 这也是一样啊 we took the train 我们搭了这一这这这一这一火车 took 本来是take t-a-k-e 对不对 那过去式变成took 样子就变了 那就变成叫做不规则动词 you clean the room 你把这个方式清干净了 原来是clean 没有一滴 只要加一滴 就变成过去式 这是就是规则动词变化 they drank the water 他们把这个水喝啦 drink 原来是drink d-r-i-n-k 对不对 所以drink过去式 样子就变了 就叫irregulable 这是火定的这个叙述啊 火定叙述很简单 你就在动词前面啊 叫didn di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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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didn 可以看到 didn后面这些动词的话 它都变回原形了 你看都变回原形啊 变回原形啊 变回原形啊 它原来没有变化的形状 像这个 I didn't move to Taipei 我没有搬到台北去 you didn't travel to Paris 你没有旅游到巴黎去 he didn't drink milk 他没有喝牛奶 she didn't write a letter 他没有写一封信 it didn't change colors 他没有改变颜色 所以你看 这个都是没有加ED 或是自行bad 代表说 你碰到didn 这算是属于这个 主动词的 那你就变回原形啊 平原形 好 这是who数的 we didn't take the train 是一样 who数单数 都是用didn 过去是用didn 好 这是问句 as no question 就是你准备用as no 来回答的 did I move to Taipei 问句的话 那当然跟以前说过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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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子 就是把did 放在前面来 前面来 比如说 I move to Taipei 对不对 就变回答的 did I move to Taipei did you did he did he drink milk did she write a letter did it change colors 你看 这抓到前面来形成问句 当然你这个动词啊 比如说第三人称 这就没有s啦 对不对 这就不可以加s啦 这不可以加s 那就回归原形 好 这是忽数的 did we take the train 我们搭了这类火车吗 did you clean the room 你们把这个房间清干净了 清过了吗 did they drink the water 他们喝了这个水吗 这个语维啦 就是稍微抬高一下 好 我们做回答 肯定的 那当然 这是肯定的回答 affirmative 就是肯定的 yes yes 加主持 加did yes you did 是的 yes i did yes he did yes she did yes he did 你看 都是用did 所以过去是最简单 都是用did 好 这是忽数的 yes you did yes we did yes they did 这是否定的 那否定 当然就是前面用放no 那组织后面就用didn 好 短回答就回到这个主动词就 回答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no you didn't no i didn't 一路下来都一样 都didn 好 这是很有规律 好 这是互数的 互数的这个否定句 回答 短回答 no you didn't no we didn't no they didn't 好 然后是这个疑问句里面前面放疑问词 这个时候你就把原的问句啊前面放个疑问词 就可以了 比如说 did i move to taipei 对不对 to paris 你本来是这样讲嘛 那你就换个friend 换个时间 就变成有英文字的文句 friend did i move to paris friend did i move to paris 什么时候我搬到巴黎去了 why did you cut the class 为什么你敲了这个课 cut the class 就是敲课 what did he say to you 他对你说什么 说过什么 well did she put her keys 他把他的钥匙放在哪里了 key的钥匙 why did it stop 为什么 他停止了 这个讲可能是机器 停止不动了 你看这个疑问词的问句啊 疑问不要太高 平平就好了 when did i move to paris 平平就可以了 好 好 这是忽数的 是忽数的 when did we move to paris 忽数都一样 前面都是date why did you cut the class 为什么你们 敲了课 到哪里去 为什么要敲了课 做什么 what did they run after when after 就是追赶 追赶 他们在追赶什么 好 那么我们就结束第三单元 简单过去式 谢谢各位的观赏 谢谢大家 dass我们看起来 都是有点 有点 是有点 但是我们在看起来 我看到的 是有点 是有点 反 Uk